一般的无人插车插卡板 都至少需要两倍卡板的长度 一截是卡板本身 一截是插车本体的宽度 这是一家老外做的无人插车 它就是把卡板直接插到了插车的本体上 这样一来尺寸更小 卷完半径更小 更加灵活 而且给人的视觉感官也更加安全 深圳一家做雷达的公司 把这台机器给国产化了 国产化之后的版本 用激光导航 只要不到10万块钱